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命令从8月15号开始生效 摩尔多瓦官员声称 该命令旨在与俄罗斯保持对等的使团人员数量以维持平等的外交关系 据半岛电视台7月30号报道 伊拉克电力部于7月29号发表声明称 伊拉克南部城市巴什拉的布希尔发电站于午后不久发生火灾 伊拉克电力部门表示 火灾导致伊拉克南部和中部地区的输电系统断开连接 并使中南部地区的电力系统完全停运 伊拉克电力部门发言人艾哈迈德·穆萨表示 这次停电一度影响了整个伊拉克的主要供电 巴格达方面表示 巴什拉火灾造成的停电影响了包括来自水利供应在内的其他市政府 市政府正试图使用发电机运行水泵 以减少自来水供应中断对市民的影响 近日 81岁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因健康原因在美国国会大厦讲话时长时间僵住 事后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参选人及南卡罗莱纳州前州长尼基·黑利建议其辞职 麦康奈尔的发言人上周曾表示 麦康奈尔计划工作到2026年直至其任期结束 自2007年以来 他一直领导参议院共和党人 麦康奈尔办公室表示 在讲话中长时间僵住之后 麦康奈尔感到头晕 但他的办公室没有透露有关事件的更多细节 据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7月30号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称 仅今年上半年特朗普竞选团队已经花费超过4000万美元的律师费 为特朗普本人及相关案件中的其他被起诉者进行辩护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这一金额已经超过特朗普为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而产生的其他费用 也超过了其竞选团队2023年第二季度所筹集的费用总额 随着西非地区国家对尼日尔新任军事领导人实施经济制裁 目前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要求尼日尔政变领导人恢复前段时间被推翻下台的尼日尔总统穆罕默德巴祖母的职务 否则考虑将以武力手段干预 这是萨赫勒地区多年来发生的第三次推翻领导人的政变 尼日尔的民选总统巴祖母自7月26号以来一直被军方扣押 与此同时 尼日尔总统卫队负责人阿卜多拉赫马内尼亚地宣布自己为领导人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当地时间7月30号报道 巴基斯坦伊斯兰圣贤贤会在开布尔普什图省巴交尔地区进行政治集会时遭自杀袭击 至少44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目前仍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据报道 爆炸发生时 400多名伊斯兰圣贤会成员和支持者继续在当地一个帐篷下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新闻快讯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